看鬆吃飯 三姐, 今天繼續淡水魚系列 談到淡水魚怎麼可以沒有鯪魚粉 聰明 對, 看到有個冬瓜 冬瓜 今天做什麼? 這是鯪魚肉, 當然是 鯪魚肉, 沒骨 對 好, 我們買回來 最重要是把冬瓜先蒸 先蒸, 但我看到很多配料 這樣就一定入味在冬瓜上 很棒 一定是 把小刀勾出來 對, 這樣 我們會連皮 否則比較容易散開 所以我們就是了 就像平時的冬瓜粥 一定要有皮 先弄個洞 這樣就可以拿去蒸 放點鹽上去, 這樣就蒸 我這裡已經做了一個 是 已經蒸了 對, 先讓它蒸, 冬瓜 好, 話說今天做的菜名叫什麼 冬… 我先猜猜 冬瓜, 冬菜 冬瓜 蒸鯪魚肉 什麼?你說什麼 是嗎? 冬瓜冬菜蒸鯪魚肉 是嗎?錯了, 是燜鯪魚肉 燜鯪魚肉, 我要燜的 燜的比較好吃 我們現在有… 有人看著我, 笑一下 當然了, 你說冬瓜, 燜冬菜 還是冬菜燜冬瓜 現在是燜鯪魚肉 對, 現在… 這個, 蝦米 加蝦米 蝦米… 做冬瓜中, 或者做冬瓜類的食材 煲湯, 很多時候都加蝦米 因為它又香又甜 對, 很配合, 很配 而且它的成本不高 冬瓜裡面的味道 就只是蝦米、冬菜的味道就夠了 對嗎?不是 對, 因為有鯪魚肉的味道 我們將鯪魚肉, 稍後把它搭 放進水裡, 先做鯪魚球 然後再煎一煎鯪魚球 稍微煎了, 鯪魚球的味道就差很軟 蝦米不是我們放在冬瓜裡嗎 謝謝 不是 蝦米放在… 鯪魚肉 放在冬瓜裡 我們有一點火腿 對, 如果有火腿, 當然加一點火腿 會比較香, 是 現在這些陳皮, 我們也是 把它切粒粒 切粒粒 鯪魚是否一定要加陳皮 一定會加陳皮, 一定會比較香 比較香… 還是用來辟腥的 又辟腥, 又提香 冬菜是洗了, 浸了一會兒 這些我們稍後就放進去… 你們在切什麼 這是火腿 金西夠就夠了 火腿 夠了, 金牙火腿 它也是很配合的 鹹香味很出色 對 要不要浸過它, 或者養一下 出了水… 對 好, 現在我們先放開 這個買回來已經有味道 我們自己加, 但回來一定要再剁一剁 因為它放得久, 會有睡覺的感覺 睡覺? 對 真的要叫醒它 很可憐 打醒它… 叫醒它 我們必然要加胡椒粉 因為它真的有聲音 好, 這樣回來 就叫醒它 叫醒它 起床吧, 如果不再搭 那塊肉或魚就會沉進去 不會那麼彈牙 肉太硬了 不是太硬了, 是散 不會那麼彈牙 你這樣再握它, 會不會再起多些膠 現在就是想它起膠 對, 就是這樣而已 三天握它會容易起膠 還是打它不起膠 打, 但是握它, 要握均勻 即是… 這樣握 醒了 不用這樣握 不是, 我們有時做這個工作 很多時候會抱入 醒了 是 再來一次 醒了… 好, 現在把水滾了 是 我們先把鯪魚球擠進去 好 好, 拿著它 先把它定型 對 擠出球 這樣 一顆 對 很順手 對 一撇… 沒所謂的, 因為這是自己吃 不一定要像百分百, 一顆粒粒粒 定這麼多, 不用的 不用了, 不用了 你這樣長奶奶, 行的 你喜歡嗎? 多一、多一 自己喜愛 差不多了, 這裡差不多 關火了 好 已經關火了? 對, 讓它慢慢浸 因為我們還在做事 如果再煮久, 它的味道就會出來了 出骨頭 即是不想它全熟 對 待會我們還要煎一煎 好, 拿開你的手 因為還有 但我們要做這些功夫的時間 那裡還是在煮的 就不要太熟了 對, 這樣 我們要計算時間 要像三姐, 你那麼聰明 才能計算 不是 還有這顆, 我們就這樣 搓進去 對, 這樣搓進去 你的手勢多漂亮 對, 好, 搓進去 好 好 搞定 對 三姐, 十秒六, 三姐, 這個 一會兒就行了 等它定了 什麼一會兒? 真的多久 即是定了就算了 三分鐘左右 現在就不能煮熟了 總之外面看到它是熟了 夠了? 夠了, 可以了 輕輕的, 一滾就行了 好嗎? 現在可以先把它拿出來 你的鱗魚頭 看來的樣子已經很大壓 很大壓, 三姐 對 一放進盆子裡, 彈一下… 剛才捏出來時, 也不覺得它彈 而且如果剛才不帶它幾下 是不是沒有這種彈的感覺 沒錯 三姐, 如果這個鱗魚頭 然後, 我不把鱗魚頭弄過去 就這樣做圓咕嚕的時候 就這樣炸 對, 就這樣炸熟 這樣說, 這個煎完… 放水再煎, 它就會香 耐脆耐軟 脆就不脆, 把它炆起來 還要炆起來? 對 炆起來… 但是如果整顆炸熟之後 整顆就乾了就行了 對, 比較熱氣 炸熟一點, 炸熟一點 是 對, 好 這裡大概放多少油? 這裡只有一湯匙 好, 放薑 一定要的, 這裡一定要的 好 話說回來, 三姐 剛才那個冬瓜蒸了多久? 蒸了15分鐘 15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對, 現在你把它放進去煎 幫忙, 彈一下 不用了, 幫忙拿走 很有趣, 三姐 明明煎飯就贏了 怎麼放進去, 整斤斜斜斜斜斜 怎麼會粒粒放, 要煮得很久 現在還是炒就算了 我們要它快、靚、靚 是, 快、靚、靚 好 很勉強 很勉強嗎? 我們把它… 已經有金黃色 已經有金黃色 是嗎? 這個這麼快 煎魚, 不煎它, 它就會甜 煎過它會比較香 香甜 這個大概煎幾秒 大火煎至全熟, 大火 大火煎至全金黃 全金黃 好了, 三姐 肚餓了 肚餓了 三姐肚餓了, 快一點, 行不行 不行 要給時間, 先煎一煎 我們也放火腿… 火腿在這裡加, 我以為加冬瓜 待會就放冬瓜 現在冬菜也放進去 也要炒一炒 不是, 我們聽說冬菜要香 香 好, 炒一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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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炒上湯或水分 是 水也可以 可以的 好 冬瓜, 我們想炒, 炒一炒 冬瓜就放進去煮 煮好 煮好, 煮好 煮好一點 對 對, 家裡可以弄壞 我幫幫忙, 煮好冬瓜 好 三姐, 現在這個送來本來的階段 冬瓜放進去 是否煮到熱了就完成了 煮到收汁 收汁 對 也要時間 要時間… 煮東西經常要時間 對, 這樣 好, 我們現在做個新型 好 你放進去之後 炒一炒 炒一炒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現在已經收汁了 關火…要不要關火嗎 對 我們放一點蠔油 調味道 三姐, 真是少許 對, 真是少許 開火再看看 沒有東西加了吧 沒有了 我現在先把鯪魚球 拔起它, 好嗎 好 好, 先關火 好, 先關火 因為如果想美麗 就要做一點工夫 對, 把鯪魚放進去 對, 把鯪魚放進去 稍後就會很美麗 還有沒有這麼美麗的鉗 對 沒錯 這樣, 鉗起來 然後這個時間可以做一個芡汁 對 現在才做 沒錯 因為鯪魚球在裡面很瓦瓶 先拿出來 對 如果你在家裡當然可以… 我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弄破它 或者… 自己喜歡 讓它收汁 不要… 現在這樣最美麗 這樣最美麗 好了 三姐, 大家還是開很小火而已 對, 沒錯 現在已經立刻結了 好, 現在我們將它… 滑下去 滑下去 慢慢… 好 走開一點 是 好, 先放在底下 好 好, 慢慢撿… 慢慢撿它 現在很漂亮 放在中間 不要弄破它 冬瓜 對 太熱了… 已經這麼熱了 就這樣, 有一個打壓著 太極地拿出來 這樣也很漂亮 對 好 慢慢放在中間 對, 沒錯 三姐, 我想問, 為何會特地拿荷葉 在底下 蝦葉比較香 對, 又更漂亮 對吧 剛才我已經蒸過荷葉 我已經蒸過嗎? 蒸過 蒸它不像裝飾 當然要蒸過 吃到肚子就蒸過軟軟素 我已經蒸過了, 沒錯 這樣就… 我們有一陣荷葉的香味 沒錯 這次你的鱗魚球做得很漂亮 三姐 很漂亮 你很少稱讚我 因為它像牛丸 像牛丸 三姐, 真想稱讚我 但我很少稱讚它 你聽到嗎? 它的顏色很像 金黃金黃… 還有一點, 我給它一點醬汁 好 我們可以把醬汁再加一點… 稍微一點醬汁 這個菜, 三姐 是 夏天這些時間真的吃得好 因為這時間吃冬瓜 吃魚肉丸, 清清香 這個時間其實很難買菜 做主婦 因為真的不知道吃什麼好 買的時候自己有吃肉、開胃 你才能買到菜 否則人家已經沒什麼… 熱到沒胃口 沒心機 沒胃口, 沒心機 其實很難買菜 三姐, 你現在煮的菜 都關心我們的觀眾, 心情 所以我說看三姐做的當然最好 不用想, 看你做什麼 然後做就行了 三姐做的 對… 好, 繼續 放蔥花 對, 放蔥花 放蔥花 好, 放進去 放進去 好, 放一點蔥花 好了, 完成了 完成了 三姐, 永遠都快、漂亮、正好 好, 這樣就完成了 什麼名堂 冬瓜冬菜, 燜嶺如扣